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一个遭遇车祸的22岁男性被送进了监护室 此时的他生命垂危 几乎不能说话 然后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看望 这个随时会告别人生的亲人 在最后的时间里也只允许一个亲人每隔两个小时进去看望五分钟 在漫长的等待中 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 父母也抵不住身心疲惫睡着了 直到护士通知他们 病人已经身亡时才惊醒过来 由于痛惜没能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见上一面 说上几句告别的话 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 这还算不上残忍 在最后的日子里 病人常常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一是过度治疗 有些病人甚至知道生命的最后一息 仍然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 也就是说 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 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那么生命在最后的几周 几天 几个小时里 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一个人在临近死亡的时候 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 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怎样做才能给生命以舒适 宁静 甚至美丽的终结 临终期一般为10到14天 有时候可以短到24个小时 在这一阶段 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转向减轻痛苦 临终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 吞咽困难 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 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 摸上去凉凉的 你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 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 相反 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 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 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 觉得无法忍受 呼吸衰竭使临终病人喘起困难 给予氧气似乎是出人里成章的事情 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 此时给他们供养 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 正确的做法是打开窗户和风扇 给病床周围流出足够的空间 另外使用麻酥 或者其他类似鸦片质疾的合成麻醉剂 是减轻病人喘起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 当吞咽困难使病人无法进食和饮水时 有些家属会想到用胃管喂食物和水 但冰死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 相反脱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 造成血液内的同体积聚 从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应 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欢欣感 这事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欢欣感 而且此时给病人喂食还会造成呕吐 食物进入气管造成窒息 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后果 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向死亡 静脉输液虽然能够解决 陷入张望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 但同时带给病人的是水肿 恶心和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甚至在死前三个月之久 不少病人与别人的交流减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 不要以为这是拒绝亲人的关爱 这是宾死的人的一种需要 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研究 死前一周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 44%失睡 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 当进入死前最后6个小时 清醒者仅占8% 而42%处于失睡状态 一般人都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家属应该抓紧 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机 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积 随着死亡的临近 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 呼吸时 急剧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 会发出咯咯的响声 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 神听了很不舒服 但此时 用信气息弹常常会失败 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痛苦 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 头疹得高一些 或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 病临的人在呼吸时 还常常发出污咽声或是喉鸣声 不过病人并不一定有痛苦 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 使他能继续和家属交谈 或安安静静走向死亡 记住 没有证据表明 缓解疼痛的药物会促使死亡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 所以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 即便在最后 也不该随便说出口 非常遗憾 我们有早点知道 人在临终时是这样的状态 以至于在父母去世时 在无知中筑成了大错 所有的误解都基于一个前提 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 我们至亲的亲人 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 我们只好一意孤行 而本来只需要一点点 起码的医学常识 事情并不复杂 我想起我抓着父亲的手 他像山泉一样凉 我面临弟弟说 爸爸冷 快拿毯子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冷 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减 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 而此时在他的感觉中 他的身体正在变轻 渐渐飘浮飞升 这时哪怕是一条丝巾 都会让他感受到 无法忍受的重压 更何况一条毯子 我想起直到父亲咽气 医生才拔下了 连接在他身体上的所有管子 输气管 输液管 心电涂移 同时我们觉得他几天几夜 没有尽时尽水 总是试图做些 哪怕是完全徒劳的尝试 母亲清早送来现榨的西瓜汁 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 我和姐弟每天都在交流着 爸爸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饿 那个时候 他已经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天很蓝 风很清 树很绿 花很艳 鸟在鸣 水在流 就像艺术 宗教中描述的那样 这时哪怕给别人输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欢欣感 都会在他美丽的归途上 横出刀枪棍棒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最后瞻望状态中 却忽然变得喋喋不休 而且是满口的家乡话 我担心他离我而去 我想喊住他 他毫不理会 现在才知道 那个时辰 他与外界的交流很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 却异常活跃 也许青春 也许童趣 好牺牲在一幕幕的上演 我怎么可以无端的打断他 将他拖回惨痛的现实 我应该做的 只是静静的守着他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临终者昏迷在身 也会有片刻的清醒 大概就是民间传说的 回光返照 这时候 他便要找到他 最牵肠挂肚的人 不能让他失望而去 我还记得父亲 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 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 可是我们两个不孝子女 是怎样的 违拗了他的意愿 我和弟弟一人 一边强按住他的手 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 现在才知道 对于临终者 最大的人词和人道是 避免不适当的 创伤性的治疗 不分青红皂白的 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 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 父亲走了 医生下了定论 忽视过来 做了最后的处理 一旁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 儿子女儿都在 快哭 快喊几声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一点也喊不出来 弟弟也执拗地沉默着 现在才知道 听觉诗人最后消失的感觉 爸爸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 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难过 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 这我明白 只是现在才知道 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 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 这样合理 这样好 这样的自然而然 诗人自作聪明地横加干涉 死亡的过程才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我对面的同事突然泪流满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的失态让我诧异 忙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 看到病人临终的过程 他想起了母亲临终前情形 他觉得母亲冷了 给他穿保暖的衣服 盖厚厚的被子 觉得母亲几天没有进食 不停给他输液 他母亲想回家 可能坚持让他住医院 他自然为尽了孝心 可是没有想到给他带来的莫大的痛苦 人总是要死的 带着轻松美丽 踏进另一个世界 一定会走得更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 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